你们中国人找不出来 我就转个头 当时我就觉得这两根 上来了 耳里嗡嗡嗡的 然后我就转个头去 我说谁做的 我说说我行 我说你把中国俩都过去了 我说你不能要说中国不行 那咱就不行了 18年那时候 咱们这一厂家造一台高精的仪器 然后他们就是找了全国 找遍全国 然后试了很多家都不行 三天把它干出来以后 他们要跟着回去外国检测 那时候测的时候回来 老外反而跟我说什么 就说不可能不可能 都会他不敢相信 他说这不可能是你们造的 咱们理上往来 你用精度说话 那我就用精度回击 你看精度 导弹有精度 对吧 咱们好多东西都物有精度 这些东西是机器不能达到的 只有手工才能达到 我们这个研磨室 就是等于说是制造标准 我制造的这些标准 也是基准 是咱们成败的第一站 从我这外一点 那有可能慢慢传进 传到最后 比如传到零件上面了 那外来就大了 我记得是99年 我说我大不行了 然后师傅当时眼睛睁得很大 他说你上战场再厉害 有他厉害吗 在那一刻 我才知道咱们这是干什么的 你把其中一个环节 弄好了以后 他要比任何人都要厉害 这也是个威慑 越冰在家看见 当时这些东西一出来的时候 但是心跳得很快 我就对他快蹦出来了 因为有些人天天朝夕相处 现在就是我手能达到精度 还有没有仪器能测出来 手你要说我手 世界手的可以考虑考虑 我知道中国人握了很多 我下拉 劲儿大了 就是拉的劲儿大 要跟着他走 感觉是他瞪着你 不要是你推着他 不要尬药 近十年外企啊 死企啊 都找过啊 那都堵到门口了 就没人聊 没人聊 没人聊 就跟人哄怒了 我跟我徒弟他们也说 人老得回头看看 你怎么来的 你在哪来了 你从哪儿学的这个东西 你回报他们吧 国之大者 咱们就是为国尽忠 就有国才有家呀 这十年我的天 这太快了 十年前咱就就是 咱经过了 咱就就是一个守护者 然后现在咱是一银者 千银者 咱就像我们人家